为什么这么多人练托马? 因为首次新深渊是火、雷、风、钟离不能上场。 那么托马的盾强度如何呢? 可以抗两次攻击,好在大招和元素战技都有盾。 仆人的技能切人也没事,可以增强仆人的生存能力。 你们可以看一下持续时间。 持续时间还是挺长的。 弓箭手根本破不了盾。 这样的托马你练不练呢? 这样的托马你练不练呢?